- 谢谢林大哥,说真的很惭愧,我已经好久没有上服务官,大概十几年有吧,因为所有我们的出国都是用来的,对不起,那在接下来有哪位要自由分享的? - 记忆,记忆在点头啊,你是在点头吗?那记忆好啊,你再点头啊,好,是星球嘛,是星球嘛,我跟你开玩笑,记忆不过你准备一下 - 我不想 - 两位主持人,主持人,打鼓子,还好各位,为了大家好 - 好 - 好,好 - 高绪金,是我一个非常佩服的一位作者,一位社会的经营,一个意见领袖 - 他以前早期真的听到,看到他很多的那个短片报答他的书,非常佩服 - 那对我个人的影响也是很大,像那个天下没有白痴的午餐,还有做一流的人,做文化人,做社会人,做知识人 - 推动自己一个人,每个人都要自我成长,时时刻刻要自我成长 - 要往后啊,我们小弟就说,讲得老,有得老,讲得世,有得世,其实 - 俗话已经,俗语已经告诉我们了,只是说用另外一种语言来表达说终生学习 - 那新的名词出现,就对我们比较有影响力 - 那我跟各位要探讨一句话,这个一个名词,就是说我们阅读说,然后在社会上的心灵色,也是一种阅读,阅读社会 - 那目前来讲,像高绪金的最后一篇,叫新台湾人的自信,这一篇 - 那新台湾人的自信是323页 - 那么他在322页,他有讲到说,你不是那一些人 - 就是政客啊,明代啊,高官啊,媒体啊,民嘴啊 - 那我们就是在,我要探讨323的最后第三行 - 高绪金写了一个,以从意识形态中破茧而出 - 那在目前我们阅读社会,打开电视,常常听到一些政治人物或民嘴 - 现在非常流行的一句话叫意识形态 - 那这个意识形态,我是在电视上看到一位政治人物 - 很多民嘴说,我们要放弃意识形态,不要意识形态对你 - 但是他们讲的有道理嘛,意识形态,其实我个人很怀疑 - 那后来还好有一篇,那个社会,他解答了我 - 其实意识形态这个试的词是一个名词,它是一个中性的 - 那很多这些民嘴政治人物叫我们说,你放弃意识形态 - 那包括高绪金说,从意识形态中破茧而出 - 那应该真正的是说,我们要了解意识形态 - 那我特定昨天又去书举翻那个词典 - 那意识形态的,他的词典里面的意思是说 - 是一个人的思想,还有他的价值观啊,他的意义 - 那这个是我们要建立一个理念,一个价值观的一个系统 - 那这是属于意识形态,内在意识形态 - 那很多社会,很多像我们高绪金谈的说 - 公民社会的次性,政治要民主,社会要公平,文化要多元 - 这个是一种意识形态的表现,包括说,我们现在是用什么社会啊 - 这个智能主义社会啊,什么社会啊,这也是一种价值观啊 - 也就是我们的信仰,其实这就是意识形态 - 那如果说你没有,既非有这种个人的理念,个人的观点 - 个人的信仰,或是说个人的价值观 - 那叫我们放弃这个意识形态,就等于说放弃了一个人的基本价值观啊 - 所以在语言上是有一些错误,那所以高绪金也从这个意识形态 - 我已经在抓不出说他这个意识形态,或许是从前面看到他顺从心态 - 以前早期是一种,我以前统治啊,所以说一种服从,服顺的那种心态 - 走出来,然后能够成一个独立思考 - 然后能够建立一些真正的民主的政治跟社会的公平 - 那这个都是种种的意识形态,一种价值观啊 - 那所以那些民主跟政治人物说 - 让我们抛出一句说叫我们放弃意识形态 - 那这个语言真的有种矛盾,然后高绪金正理意识形态没有很清楚表达 - 所以我想说跟各位分享,然后是不是还有人能够 - 对意识形态能够解释更清楚,谢谢